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猫叔 上一期我们分享了啼啼酱的制作方法 这一期我们来做一款啼啼包 我们制作三款口味的啼啼包 分别是田鸡的啼啼包 黄扇啼包 鸡翅 啼啼包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所准备的材料 有黄扇 还有田鸡 这个是鸡翅 这个是啼啼包所用到的料头 蒜头 还有葱头 一点配色辣辣椒 还有一块姜 还有一些香芹 和芫茜 来,现在我们把它砍成小段了 我用了这款饰养值的美国田鸡 在市场上也是国家允许售卖的 把田鸡腿 砍下来 再修去脚趾 再斩成小段就可以了 接下来 把配色的青红辣椒 切成像这样的菱形状 将切成像这样一勾一勾的就可以了 蒜头 我们把这个蒜头钉 用刀把它修掉 然后把大哥的蒜头对半开 改小一点点 干葱头 把它切成四半 香菜香芹切成小段 接下来 我们开始腌制田鸡 把所有的田鸡腿 全部选出来 我们用田鸡腿来制作 放入一小勺盐 一点点糖 给底味 趁他不注意 用点性感的小手 把它抓入味 接着 放入我们蜜汁的啼啼酱 放两勺就可以了 不用放太多 然后把它抓均匀 抓入味 啼啼包呢 是不用提前腌制的 先捞先啼的 接下来 再把一部分黄扇 捞入味 我的做法 是把扇血保留下来 这样会更加的营养 但是它有个缺点 捐出来的时候 不太好看 黄扇同样 放入少许盐 少许糖 把它抓入味后 再放入两勺啼啼酱 再继续把它烙均匀 抓入味 第一次 第一次同样也是这么操作 先放点盐和糖 抓均匀 再放入两小勺啼啼酱 把它捞均匀 抓入味 接下来 接下来 准备一口砂锅 开小火 我们先用小火 把砂锅完全预热 才能开中火大火 如果一开始开大火 锅体受热不均匀 就会导致爆裂 先放入一点油 下入姜块 把它的香味爆出来 姜块爆成金黄色后 再下蒜头 和干葱头 用筷子不断的翻动 把它们的香味炒出来 爆成这样微微发黄 就可以下黄扇了 黄扇入锅后 迅速的吸收了锅里的热量 所以我们要把火调大 把盖子盖上 盖它一下 就把它打开 翻动一下 防止弄锅 接下来 再把盖子盖回去 在锅边淋入广东米酒 或者是花雕酒 大约煮了它四分钟左右 这个时候黄扇已经有酒成熟了 接下来 下入几片配色的青红辣椒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我 最后 放入一些香芹香菜 出锅即可 接下来 我们开始做第二款 捏捏鸡翅包 香蒜爆香后 下入鸡翅 同样的 继续开大火 把盖子盖起来 鸡翅底黄扇难熟 所以相对捏的时间 要长一点点 一般比较难熟的食物 用中小火焗它 而且要勤翻动 否则会弄底 如果大家身边有喜欢吃捏捏包的 或者是想开店创业的 把这个视频 转发给你身边的朋友 他一定会很感激你的 鸡翅 准备捏熟的时候 把火调大 在锅边淋入广东米酒 它的作用是蒸香去腥 米酒燃烧后 室内的空气减少 温度升高 食物能够迅速的被捏熟 这个就是做捏捏包 要占酒的原理 最后放上香菜就可以出锅了 接下来做田鸡的捏捏包 前面的方法也是一样的 把姜蒜爆香下入田鸡 捏田鸡和捏其他食材不一样 因为田鸡的肉用小火捏它 比较容易老 所以我们用大火捏它 所以捏田鸡 先用大火把它的水分锁住 再用小火把它捏熟就可以了 把它捏熟后 最后同样撒上配色的辣椒 同样的方法 最后淋上米酒 让锅内迅速的升温加热 这时候就可以出锅上台了 我们期待已久的捏捏包 就制作完成了 像这种捏捏包干香入味 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它的味道怎么样 我们先试一个鸡翅的捏捏包 这款鸡翅的捏捏包 它非常适合的下酒 它的肉也非常的入味 也是干香型的一款捏捏包 接下来我们再试一下这个黄扇捏包 这款捏捏包 这个是在广东的捏捏当 点单率是最高的 哇非常的干香 这个黄扇的捏捏包 它非常的鲜甜有味 它的味道也通过砂锅 逼了进去 所以非常的香甜 接下来我们再试一下这个 甜鸡腿捏捏包 这款捏捏包不简单 全部用的是甜鸡腿 是完全包裹在甜鸡腿上 我们来试一下它的味道怎么样 这个甜鸡腿的捏捏包也非常的好吃 它腿的肉质非常的紧实 它有点像那个蒜拌肉 好了 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收藏转发 感谢大家的关注 下一期我们再见